这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狮子大开口 1950年 李智匆匆来到中南海 刚一进来 张口就问毛主席要三千万 在场众人都惊诧不已 那么这个李智究竟是谁呢 李智是一名军医 1899年在江西永新县出生 原本他并没有学医的打算 可就在他上中学时 家乡的一场霍乱 令他身边熟悉的人一个个逝去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学医救人 学成归来后 李智在家乡开了一家医馆 可没过多久 国民党发现了李智医术不凡 于是李智被迫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军医 索性仅几个月过后 国民党被红军击溃 李智毅然投成红军 1931年 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 他凭借一双巧手挽救了无数战士的性命 新中国成立后 李智被任命为了 中央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 可官当得好好的 他为何会来到北京问毛主席要这样一笔巨款呢 这是毛主席格外大方的意思 1950年 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李智来到中南海 询问毛主席要钱 张口就是3000万 毛主席直接大手一挥 我再给你加个零 那么李智为何要这么多钱呢 李智曾是一名军医 在抗战时期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无数战士们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 任命李智为卫生部部长 李智对此也很期待 摩拳擦掌准备为新中国医疗事业做出贡献 可刚走进卫生部他就傻了眼 这里的医疗设备竟然少得可怜 他立即找到了军事学院负责人刘伯成 问他要医疗费 可刘伯成哪里有钱 这是他灵机一动 对李智建议道 不如你去北京找毛主席 李智听罢也没有犹豫 直接奔向了中南海 主席听李智讲清原委 于是大方批了三亿 李智激动不已 那么毛主席为何对李智如此信任呢 竟愿意给他特批如此巨款经费呢 这是最胆大的一名军医 1950年 军医李智来到中南海找毛主席 可刚到门口便被警卫拦了下来 原来李智不肯交出枪配 警卫员十分无奈只好将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谁料毛主席听后却笑道 别说带着枪 就是带着刀子也让李智同志进来 一番话足见毛主席对这名军医是何等的信任 不仅如此 主席还毫不犹豫地给他批了三亿元医疗经费 而他之所以如此信任李智 结因他在革命时期不仅救下过无数战士 还救过贺子珍的性命 1935年 红军在行进途中突然遭遇敌军轰炸 贺子珍为掩护队友不幸被弹片击中 在救治过程中 众人吃惊地发现 贺子珍身上竟有十多处弹片伤 危在旦夕之际 李智及时施救 贺子珍这才得以脱离危险 毛主席后来亲自对他表示了感谢 李智一生中救治了无数人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 他始终坚守着一颗医者人心 向老前辈致敬 杰金 杰金 王 杰金 杰金